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开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那段充满矛盾与轨迹的历史交锋 深入探讨二战初期的重大决策和错误 斯大林在成为苏联的独裁者之前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与激进的政治变迁 他的统治以极权主义和残暴的手段闻名 而希特勒则是一名即兴创作的大师 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推进他的极端民族主义一程 1941年当德军逼近苏联边界时 斯大林的偏执与怀疑使他无法正确评估局势 错过了多次入侵警告 他的反应不仅是出于对希特勒的误判 也是对自己政权信心的动摇 希特勒则在此时却以惊人的决断力 准备发动巴巴罗萨行动 对苏联展开全面攻击 本期节目将揭示这两位独裁者 如何在各自的恐惧和野心中 操纵着世界历史的走向 以及他们之间微妙而危险的心理博弈 这场斗争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更是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对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斯大林面对希特勒时 谁愚弄了谁 斯蒂芬·科特金 在他生命的前40年里 约瑟夫斯大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 1878年 他出生在格鲁基亚哥里的一个贫穷家庭 父亲是邪将 母亲是清洁工和裁缝 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疾病和不幸 这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并不罕见 然而 斯大林在学校成绩优异 十几岁时 他的诗歌便在备受推崇的格鲁吉亚期刊上发表 一位读者后来回忆道 直到今天 他优美 铿锵的歌词还在我耳边回荡 尽管如此 斯大林并未完成学业 放弃了成为牧师的梦想 转而投身地下革命 反抗沙皇的压迫 在接下来的20年里 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彻底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 1917年2月 俄国沙皇退位 同年晚些时候 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 激进左翼人士发动了政变 瞬间 39岁的斯大林成为 辛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重要成员 在俄罗斯内战和苏联的成立过程中 他起到了核心作用 1922年 当列宁任命他为共产党领导人时 斯大林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1920年代后期 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独裁政权 他通过暴力手段 强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将1.2亿农民赶到集体农庄或劳改营 并逮捕和杀害了大量忠诚的党内人士 军官 秘密警察 间谍和知识分子 斯大林这个暴君的巨大阴影 往往掩盖了斯大林这个人的形象 他喜欢收集手表 玩撞柱球和台球 还热衷于原意和俄罗斯蒸汽域 他对彩色铅笔情有独钟 喜欢用蓝色红色和绿色的铅笔作笔记 他还喝来自家乡格鲁吉亚的矿泉水和葡萄酒 喜欢将香烟中的烟草用烟斗抽 然后用火柴点燃 这位暴君还对书籍充满热情 不仅收藏了超过两万册的私人图书馆 还经常在书中标注和插入站位符 以便查找特定的段落 他对卡尔马克斯和列宁的著作做了详尽的注视 但也对柏拉图 克劳塞维茨和亚历山大斯维钦的俄文译本进行了研究 斯大林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可能是安东契赫夫 他描绘的恶棍不仅仅是英雄 而且很复杂 尽管斯大林酷爱阅读 但他的个人生活也被政治所左右 他的家庭生活并非特别幸福或不幸 而更多是平淡无奇 他说话轻声细语 有时甚至听不见 因为他的声带有缺陷 他喜欢被称为科巴 这是一个格鲁吉亚民间英雄复仇者的名字 但一个20的朋友叫他 这是一个歌里方言术语 指的是斯大林在一次事故后形成的不寻常的步态 他必须一直摆动臀部才能走路 童年时期 幻天花的经历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终生的疤痕 斯大林认为自己和国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这种偏执狂不仅源于 1917年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包围 也滋养了他的个人偏执狂 这就是权力的悖论 斯大林认为国家越接近实现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个人掌握的权力越多 他就越需要胜利 从1929年开始 随着苏联国家和斯大林个人独裁政权的实力不断增强 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 也使他变得更加怀疑和报复性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 其吸引力在于他将科学与乌托邦相融合 斯大林则是这一理念的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通过取代封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最终只促进了剥削阶级的利益 而牺牲了其他人 一旦资本主义被征服 生产力就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剥削 殖民化和帝国主义战争将让位于团结 解放与和平 尽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难以想象 但它无法像资本主义那样 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相信 资本家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被埋葬 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与社会主义进行殊死搏斗 社会主义也必须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和欺骗 最可怕的罪行变成了 以创造人间天堂的名义进行的道德上必须的行为 对于斯大林来说 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座梦幻宫殿 更是一种将理想与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现实 他执掌的苏联国家不仅代表着国家主义的现代化 还承诺了超越私有财产和市场 阶级对立和存在主义异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然而 在他与希特勒的对峙中 这座梦幻宫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希特勒比斯大林小11岁 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匈牙利的一个边境地区 13岁时失去父亲 18岁时失去母亲 年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勉强维持生计 他曾两次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 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 但通过借钱和零功 希特勒最终在维也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德国军队 战后他成为了德国工人党的重要人物 并最终改组为纳粹党 尽管希特勒在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被判入狱 但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 宣扬其复兴德国的愿景 在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并开始了他的扩张主义政策 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生活轨迹在这一时期开始交汇 两位独裁者在各自国家内实行了铁腕统治 同时也彼此忌惮 1941年6月21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夺步 手里拿着他惯常的烟斗 德国与苏联的对峙已经见在险上 尽管来自四面八方的情报警告 德国即将入侵 斯大林仍旧怀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他的军事情报估计 德国总共285个师中只有120到122个师 对苏联进行了部署 而对英国则有122到126个师 然而事实是 约200个师已经部署在苏联边境 准备发动入侵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堆满了 关于德国即将入侵的情报 但他依然选择相信这些只是虚假信息 对于斯大林来说 问题不在于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而在于战争是否会在这一年爆发 他坚持认为 德国在击败英国之前不会攻击苏联 但事实证明 希特勒已经决定发动巴巴罗萨行动 1941年6月21日晚 苏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应对德国可能入侵的对策 斯大林最终同意发布1号指令 命令苏联军队提高警戒 避免任何可能引发战争的挑衅 然而 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次日凌晨 德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 苏联猝不及防战争全面爆发 斯大林的策略在面对希特勒时彻底失败 他被迫在战争中进行艰苦的反击 相比之下 希特勒的选择虽然冒险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 德国军队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 然而 随着战线的拉长和苏联的顽强抵抗 德国最终在苏联战场上遭遇惨败 希特勒的梦想破灭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 他低估了希特勒的决心和侵略性 而希特勒则未能预料到苏联的强大抵抗 两位独裁者在这场对峙中都犯了错误 但最终的胜利属于苏联 斯大林不仅在战场上成功抵御了德国的入侵 还在战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成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一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 但他们都深受意识形态和个人野心的趋势 最终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 斯大林的错误判断和希特勒的冒险决策 不仅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 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 聆 Ji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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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